好的我们来看第三点二节 三点二节呢也是 在三点一节的技术之上 我们来学一学那些特殊的用法 第一节其实在最后的时候也谈到了 蜀格说基本的用法是拿来表示所有关系 某某人得 而语格的话 表示为了谁或者是给了谁 延洁宾语 那还有些别的 不过首先受回顾一下 在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学到的 所谓最基本的两个 也是最开始学的两个 主格和宾格 他举了个例子 说blebe don angelo blebe是他看 然后don 一个宾格版的the 贯词再加上angelo 天使 来自于angelos 那这地方的话就是 所谓 动词或者位于动词 再加上了一个 宾语 在这 宾语 在这 而宾语的话 这里是直接宾语 用的是宾格形式 don angelo 你知道它的主格该怎么写吗 交给你了 接下来我们再把之前学到的语格再加进去 比如说这个 Lego 我说 这也是之前遇到的一个例子啊 那后面加上什么 对吧 后面加上一个 所谓的 间接兵语 也就是 宇格的东西 宇格的东西 就变成了我对某人说 比如这里的 Lego Do Curio Lego Do Curio 我对 主说话 我对主说话 我对主人说话 原文给出的是master 但还真不是一个lord 所以这地方的话 可能原文还是更希望你说成的是 我对主人说话 在上次课我们就谈到了 单数的语格是最好认的 因为它有个下写的yota 所以这地方的话 无论是前面的Do也好 还是后面的Curio也好 Do有个下写的 告诉我们 这是单数的语格版 两个间接兵语 至于说的是什么 它这里没有 它这里没有 如果我们再加一个 也可以 也可以 我把什么东西告诉别人 是吧 我对主说什么东西 我们把宾格加进去 或者说 加一个宾格形式的宾语进去 说Lego Logon Do Curio 前面的Logon用了宾格形式 就是直接宾语 或者说宾语部分 我讲了一句话 给谁 都 Curio 给 主 或者 给主人 顺本上给出了一个 大概的一个结构 就是 微动词部分 当然 这个微动词其实也是包含着 一个嵌入的主语的 我 再加上宾格 被说的事情 以及 你对谁说的 是吧 一个宾格形式的 对某人说 在有些时候 这样一个结构 倒也不难理解 因为英文也差不多 英文的话也会说 To somebody 对某人说 那用宾格好像也说得过去 但有些东西 可能跟英语就不是那么合拍了 也不是那么合拍了 比如说有些词 英语里面的话 本应该是 带宾格的 但这个地方 它也许不是宾格 如果这种情况下 在词维表里 会单独把它列出来 会告诉你 它后面跟的是一个 比较奇奇怪怪的格 而这个也是需要你 相当于记忆的一些 特殊动词 或者说 一些不常规的动词 比如这个 be still 我信 那么 它后面跟什么格 还很有意思 比如说 比如说 它后面跟的 跟的 往往是 跟的一个所谓 语格 be still 好像是有点像是 believe in什么这么东西 believe in什么什么东西 后面接个语格 那就是说 be still do logo 我信 那道 我信 那道 那 这样的话 英语的话 肯定是认为 这个是它的一个 宾语 那就应该是宾格 但这还真不是 真不是 包括这地方 也可以是人 或者是 神之类的 都可以 也都是一个语格 比如下面的 立体的第三个 其实就是这个 同时呢 还可以在 第二章 它这里说到的 词谓表里面增加一条细节 听这个词也很奇怪 顾 听 那听见的东西 如果是听见了一个事物 还是听见说话的那个人 就会有点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比如说这里是 啊 顾我们 读 我听见的是主 我听见的是主 那这样的话 我们用的是一个 数格形式 而 如果听到的事件东西 用的是宾格 啊 顾我们 东 洛工 啊顾我们 东洛工 我也不怀疑 我们可以把这两个拼在一块 比如说我听见的是主的道 那你可以把这个都 链在东洛工的后面 咱往下走 bis deo s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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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do 那这地方的话 我们 他们信神 他们信神 其实这地方的这个恩是 可要可不要的啊 可要可不要的 后面它是一个辅音开头 其实很多时候这个恩是不加上去的 不过这一条规则 其实在圣经里面的话 手都没那么严 之前我们学到的是说 这个恩的话 其实保留的情况远多于 把他丢掉的情况 好 我们来看看下面的给主的翻译 上面的三个例句 我还是放在哪 说 Akuo 谁听 是吧 Akuo do kiru 我听 后面的尾巴是个O 那就是我 我听 说do kiru 主 我听见主 上面是我们 后面是 Omen Omen 这里是个O 我 接下来 Blebe Don Angelo Tu C5 Blebe 看 后面是个A 第三人生单数的他 所以他看 他看谁 Don Angelo 天使 然后接下来个数个的后头 Tu C5 神的 他看神的天使 接下来 Bestel 我们 Tou Hristos Hristos 基督 说Bestel 我们 我们 我们信 使用的是这个方式 信的话 后面 接一个 余格版 余格版 所以 Tou Hristos 我们信 基督 接下来 Acouede Tous Logos Acouede 听 后面不再是人了 不再是人了 而是东西了 所以这边是道 话语 Acouede Ede 你们 你们 你们听到了一些 或者你们听到了哪些个道 哪些话语 下一个 They Hear God They Hear God 先写说 They Hear 那 听的话 保留我们听的前面的 阿姑 所以 阿姑 没问题 然后是一个 They They是什么 保留后面这里的 这里的 五星 在这 五 C 其实这个N 也得 严格来说 得根据后面 是个什么东西 来加不加 不过 既然书本在这里方 没有那么去强调 这事 我也就把这个 随便加上去了 Acouede 他们听 听见谁 也听见了 神 神 这里有它的 两个不同的格 对吧 一个是 鼠格在这 然后 这里有一个 这个 雨格在这 然后 我这里应该选什么 如果按照英文的理解 听什么什么 肯定是兵格 肯定是兵格 但是看到上面 这里总结 如果听的是人 或神 我们应该用的是 鼠格形式 鼠格形式的话 那这里使用 鼠格版的神 这里并没有给出 给出了一个 sorry 给出了一个 这儿有 把这个搬下来 2 废物 所以 所以 阿古 神 都 自 他们听见 神 下一个 我信 我信 主 我信 主 首先是我信 那 保留信的 这个 字干部分 Bis Deo 信的部分就有了 然后我 我的话 后面加一个 我的O BisDeo BisDeo 我信 然后 Lord 信的话 小心啊 后面跟的是 雨格 雨格的话 你得找到 这个词 主的 雨格版 雨格版 后面用 Tou 下写 Yota 对吧 Q Ri O 下写 Yota BisDeo Tou Q RiO 我们来看中途练习 中途练习的话 它是没有 那个英语翻译过去的 没那么难 没那么难 第一个 EHOMEN Don NOMEN DU ZEU EHOMEN 我们告诉 我们 我们有 R是有 我们有 Don NOMEN BI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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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MOS 律法 谁的 DU ZEU 我们有神的律法 后面是一个神的 书格版 HOY DU LOY 这一方应该是打错了 La LUCIN La LUCIN 我想应该还欠缺一个这个 如果说弄错了 我会在评论期更正 La LUCIN DU GURU 那些个仆人 La LUCIN 讲论 讲 Speak 讲给谁 都 向谁 一个语格版 一般用法就是了 给或者向谁讲 向主人讲 接着走 ZEITO DON OI KUN DU HORIS DU HORIS DU ZEITO 求 要求 求 WANT 想要 或者说 我想要 后面的 O 我想要什么 DON OI KUN 房子 TU HORIS DU 基督 基督的房子 接着走 BOYEITO BOYEITO Aldong 这边来看是柄 也可以说食物 Aldong 来自于 Aldos 食物 或者是柄 你们造了柄 给谁 TUOI S Alde Force 后面是一个 附属版的语格 所以就是 为谁 给谁 给那些弟兄们 做柄 下一个 HOR 同时我们看到后面是一个单数版 跟前面这里是保持在树上的一致 但实际上这是所谓的集合名词 虽然我们写的是单数 但是你应该认为它是一群人 说群众怎么样 听 听道 谁的道 主的道 主的道 听这个词 有特殊用法 对吧 刚才我们学过的这个词 听的话如果是听的一样东西 那用的是宾格 如果听的是人 应该用鼠格才对 这里面是道 跟上面的立体差不多 好 接着走 说 你看这个 是不是就不太一样了 他看 他看见谁 他看见了天使 并且呢 他还听 读 这个不是天使词 就是听天使 或者说 听见那天使 使用的是一个鼠格版 因为它是人话的 下面 说 但是 这个词 这个词 对 这语歌姓什么 姓的儿子 这语歌然后结果是五个谁的儿子 神的儿子 他姓神子 下一个 兄弟 单数版 那弟兄弟略解开 正在结榜 然后一个 因为前面没有贯字你可以说一个 正在解开一位仆人 然后为了谁解开 我们说了 语歌的话可以表示给 或者是为 这个可以说为了主人解开 为了主解开 一位仆人 看得出来吗 前面这里是 杜洛斯的宾格版杜洛 而后面下写优达 第三人称 不是第三人去了 这个 单数的语歌是最好认的 他有个下写的优达 行 那这部分我们就录到这么多 下一把见